有了这个Redis的demo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demo怎么去封装起来 放在我们之前的代码中去使用 这个demo我们先留着 留着之后在空谈里面 我们去跳转到我们那个block1 那个目录下 然后肯定还是要安装 把这个Redis给它安装上 直接靠背之前的代码安装过来 安装完之后 回到代码中 我们就顺便在这重新启动一下 重新启动一下 我们在浏览器中去访问 访问这个login test login test还是上位登陆 因为我们重新启动了 对吧 那我们重新启动完之后 它就是上位登陆的 为什么呢 我们在这看一下 打开我们的代码 在app.js里面 这里面我们看一下 这个session data session的存储 它其实是放在我们的 这个代码的一个编辆中 我们代码的编辆中 当时我们这个地方 刚刚已经重启了 重启完之后 代码的编辆就肯定是为空了 对吧 就什么都没有了 因为我们还没有开始操作 所以说我们在执行 这个常识登陆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上面有登陆 就上位登陆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也是我们要把session 接到redis的一个原因之一 就如果说我们把session 接到redis中 不是说把session 直接存在这个地方来的话 那我们在程序重启的时候 它就不会导致 这个session数据的丢失 对吧 因为你的redis是稳定的 没有重启 只不过是程序程序而已 但是我们的程序 里面不存session的数据 我们放到redis中去存取 那就没有问题 对吧 所以说程序的重启 这个很常见 比如说一般的系统 日常运维的系统 每天都会发生上线 上线其实是什么 上线就是说把代码覆盖 然后再重新启动 对吧 这样的话 每次上线 如果都退出登陆 每次上线都把session数据丢失 这样的话 其实很不好 对吧 是很不好 用户体验会很差 所以说我们把session放在redis中 也会避免这样一个问题 好 我们接下来先去操作sessions 我们先去考虑session 这个代码怎么去接redis 我们先不要管这个文件 我们就先把它关掉 然后要怎么办呢 第一个是我们要在 pfig这个文件夹中 打开这个db.gs 我们要新建一个配置 叫redis.pfig 好 这样的话 就和这个mysicle.pfig 是对应起来 对吧 那建完之后 我们最后也需要 把它输出出去 好 那这上面是mysicle的一个配置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 直接接着写 就是redis的配置 这是开挖环境下 对吧 我们之前讲过开挖环境下 然后redis的配置呢 我们写成什么呢 其实就是两个 第一个就是端口 对吧 就是post端口 然后端口是什么 6379 我们之前说过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host 然后就是本机127.0.1 这个地方当时 我们在连接redis test的时候呢 我们从这写过 对吧 同理啊 就是我们当时mysicle 是做了两个配置 对吧 一个是开挖环境下 一个是production环境下 那redis呢 也要做两个配置 然后直接把它拷贝过来 为什么拷贝过来呢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课程中的 这两个配置都是一样的 无论是开挖环境 还是现场环境 我们连的都是本机的数据库 和redis的库 那实际情况下 那你在工作中用的时候呢 那可能是本机连接的配置方式和线上连接配置方式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吧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虽然是两个配置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该怎么写还是怎么写 我们按照这个实际项目在线上运行的方式来写 到时候你只需要去改这些配置的内容就可以了 写法不会变 好 写完配置之后呢 我们再去打开db这个文件夹 这个里面呢 我们之前有一个myscle.gs对吧 那我们再进建一个叫redis.gs 那这个里面呢 刚才已经安装了redis的吧 我们要去require一下redis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redis的平费给它获取 刚刚做了配置 我们得使用对吧 平费db OK 那接下来的方式呢 其实跟之前写的这个方式是一样的 就创建客户端 我们直接拷贝过来就可以了 创建客户端 当然拷贝过来之后 还要改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post和host 我们要使用配置的 config.post 以及config.host 创建客户端 然后呢 我们要提供两个函数 因为这个地方 它直接做的是get and set的测试 那我们肯定不能这么做 我们要提供两个函数 第一个函数呢 我们叫set 就是设置 set要传入一个k 一个value 对吧 第二个还是呢 叫get 就是获取 获取直接传入一个k 获取value就行了 最后 如果这个两个函数写完了呢 我们要通过module的xpost 把它输出出来 叫set和get把它输出出来 好 set里面呢 用的方式和这儿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直接去这么写就行了 只不过呢 这个myname要改成k 它是一个变量 然后张三二呢 要改成一个value 对吧 有个地方需要注意呢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判断啊 type of value 等于object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它输出一个json的格式 把它变成一个自乎串的格式 因为什么 因为redis这个set kvalue必须是一个自乎串 如果它是一个object形式的 你如果不这么转换呢 它就会直接变成这个对象的点 to-string这么一种形式 这种形式其实不是很符合我们的预期的 对吧 所以说我们这儿呢 通过json的转换那个自乎串的格式 然后再去set它进来 然后guess呢 它是一种一步的形式 所以说我们要用promise进行一个分装 那我们就先定义这个promise promise写法我们就这儿就直接写了 然后定义完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return这个promise就可以了 好 在这个里面的使用呢 其实和这儿是一样的 和get是一样的 我们直接卡过来 只不过get这个mineam要变成一个key 对吧 然后这个回料函数里面 errorValue 如果是error的话怎么样呢 如果是error的话 我们就不能打印了 我们就直接执行这个dex 把error换过去 然后return 如果是value呢 我们就直接执行这个result 把这个value给它result回去 然后这个退出呢 就不能在这儿写 如果在这儿退出的话 因为你这个redis client 它是连了一次对吧 就是我们程序情络的时候连了一次 它是一个单例 你如果在这儿直接退出了 那下次访问 和下次设置的时候就用不了 这点和我们当时在讲mycycle的时候 这个connection这是个单例 是一个道理 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个退出给删掉 最后呢 就是这一步 其实它有好几种情况 我们再说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删掉 因为我们就直接这么反过来 其实会有问题 第一种情况呢 就是说 如果我们通过一个k来获取值 没获取到 我们的redis里面有好多k 对吧 可以通过好多k来获取对应的值 但如果你随便下传一个k 它获取不到值 这个时候这个值 它就只是一个nine 就是如果你下传了一个k 获取不到值 它是个nine 它这个nine呢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也不能认为它是个错误 对吧 它这个nine 我们就给它反过一个nine 这样的话就正确 然后在这儿return 正是一种情况 另外呢 就是我们要写一个try catch 去判断下一种情况 try里面呢 我们要去什么 我们要去伪造一个json.pass value 就是说我们获取的这个value 我们先尝试给它json.pass 变成一个对象去返回 我们这儿 因为它如果是对象的话 我们把它变成字符串 对吧 相反的我们要反推出来 它如果是字符串的话 我们尝试把它变成一个 这样的形式去返回 有可能不成功 它如果是不是一个json格式的 有可能不成功 不成功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直接去返回 对吧 通过这么一种操作 如果是json的 我们就直接返回一个json对象 如果不是json的 我们就直接这么一个返回 所以说这么一个操作 我们则是就完美了 try catch并不是为了抛出什么 抓住什么异常 我们不是为了抓住什么异常 异常都在这儿处理的 那我们抓 catch 就是为了兼容json的转换的这种合适 保存一下 好 这样的话 这个redis的操作就已经远远远远远远 因为我们这个文件里面就有了getxset的这种方法 对吧 其实相同的就是类似于什么 mycycle.js 它输出了一个ens1c的方法 它可以支援cycle理据 redis里面也是输出一个getxset的方法 可以通过getxset来设置个获取的值 这样的话就够了 好 下一步我们就看一下 怎么去用这个getxset 把我们的session给它做